艾米丽已经昏迷三天了 没有任何醒来的迹象 只有她上下起伏的胸口 告诉我们 她还活着 三天前的那个晚上 成了我们爷爷的噩梦 菲娥娜 艾米丽 我昨晚听到 红椒堂里有哭声 怎么可能 从那件事之后 红椒堂就再也没有人去过了 对啊 怎么可能会有哭声 可是我明明听到了呀 你不信 我们去看看 好 那就去看看 哎 等等我 那个 你们去吧 我在外面等你们 艾米丽守在门外 我和艾玛躲在教堂一角 终于 在我们哭等几个小时后 那滴滴的抽气声 出现了 我们隐约看见 一位身着婚纱的女子 在台上舞动 哭泣 突然 她瞬间转移到我们旁边 又飞快地转移到门外 艾玛 跑 快跑 阿 艾米 我 艾米 他要喝了吗 哇 艾米 像是 有点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